雪假是古巴的象征 無論你以前有沒有接觸過 來到這裡總會想點一支試下 因為上至總統夏至平民都有吃雪假的習慣 要認識雪假 最快切的方法就是參觀雪假廠 夏灣拿有歷史悠久的雪假廠 每天提供限額的導賞團 所以最好早一天賣票 若然你十一月至二月來到古巴 你就撞剩雪假葉的修成期 絕對值得去維尼亞萊斯的雪假廠莊看看 修割好的雪假葉需要風乾一個多元 然後再發酵半年或者以上 接著就可以卷成雪假 一枝雪假由三個部分組成 最內在的那種種植叫做Fuller 決定了雪假的味道 包住Fuller的葉叫做Brender 確保味道不會流失 我們使用Honey's glue Fuller's glue Fuller's glue 用Maple Syro from Canada 外面的葉 最後一層用來包裝的叫Wrapper 一定要是最原味的雪假鹽 已經結束了 放入一點點 只放在外面 沒有機器 最多的芋果汁都放出 因為我把這瓶子取消 雖然古巴盛產雪假 但當地人都不是日日吃的 很多人都只會在喜慶節日 吃一枝坐慶一下 我會給你Montecristal 4 一瓶子用來喝雪茄瓦 雪茄瓦是醫療師 但她是醫療師 而且喝酒 雪茄瓦 雪茄瓦 我們會開始 我的朋友 雪假農莊即場有售手捲雪假 雖然是沒有牌子 但價錢便宜 也保證是正貨 在古巴街頭 很多時候都會見到超便宜的雪茄 聞起來很香 其實裡面夾雜了雲尼那葉 所以要買真雪茄的 最好就是專門店 不用格格了 因為全國都是公價發售